妳們什麼都平常用什麼樣的味道 對 我平常在防蠻這一塊 就像剛剛醫生講 就是台灣這一塊防蠻 是好像比較少 然後日本其實還做得滿細的 它有滿多東西是可以防蠻 像這一個墊子 它是專門的防蠻墊 你可以把它墊在你的床單下面 就是跟床鋪中間 把它墊在一隻中間 然後這布它本身有一點那個 木屑的味道 然後他說這個東西就可以防蠻 塵蠻就不會過來 有點香味 對 它是有點那個木屑的味道 木頭的味道 真的耶 對 這還滿厲害的 這個 真的耶 這說實在醫師也不見得敢 真的耶 太多了 醫師也不太敢給它掛蠻墊 這可以防蠻蠻嗎 還是只是騙人的 這個 這說真的這個我也不是很了解 它盒上面寫說 這個可以放六個月的效果 就是防蠻的效果六個月 對 然後除了那個之外 像我們棉被 枕頭 也都會有塵蠻 然後它也會出這個推 可以噴那個塵蠻的 這樣噴出去 你就離那個枕頭 30公分這樣噴 然後它也可以有防塵蠻的效果 或者是我們的衣服 床單也會擔心會有塵蠻 它們有這種防塵蠻的洗衣精 就是你用你一般的洗衣精之外 它就像衣物柔軟精之外 你就額外把它倒進去洗 這也有防塵蠻的效果 可以維持一個月 可是醫師 你剛剛講不是說越髒的環境 我們越能培養 我們抗體什麼 要塵蠻更多不是那麼好 你長大以後它其實來不及 可是它現在都餵嬰兒 其實不要幫它保護太好 偷偷拿掉不要 給它 就是跟 對 這隻 小朋友玩一隻 對啦 你保護得這麼乾淨 會不會長大都沒有一些抗體 可是現在小朋友只要碰到一些髒的 真的很容易感冒什麼藏症 其實是這種惡性循環 其實就是你 你越去保護它 你越精視的東西 它就越有這種問題 某個理論是教大家這樣 可是真的小朋友太小 就開始保護它 也不行 讓你好像兩大一路 對 那這個一直介紹這種清潔的東西 你一把環境清潔小孩子長大 越對不了 但是也不可能 每一個環節都顧得到 沒有啦 我們只是建議給大家用的 你們自己去 醫師也給你答覆是真的 是 對 然後你自己要去衡量 到底要怎麼用 這些都是抗塵蠻的 對 抗塵蠻 他很用心 高三木 妳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我覺得 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應該算是一個霧化肌 譬如說如果今天是我感冒了 然後我在房間裡面 我覺得空氣不好 加上自己感冒 怕呼吸出來的那個 會有病菌 所以是要這樣嗎 沒有 沒有 但是 我剛剛有一點想問中醫師說 然後剛剛那個醫生 好像有一個生肌子 對...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 其實我已經 就是那個藥液 其實我已經把電源打開 它現在有冒出煙霧來 只是因為燈光關係看不太見 然後如果我把它打開的話 它是一個器具 裡面放什麼都可以的 剛剛接受那個中藥的藥液 可以把它放進來 烘煮好 放進來 然後用超音波無化 它就可以讓你室內的空氣 稍微有點改善 這個倒還真的不錯 對 你都會想 噴點芳香就芳香的 對... 因為有很緊張 可是如果說這個要拿來塵蠻 沒有效果 淘擠蠻沒有效果 為什麼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塵蠻為什麼在台灣 會這麼的成為一個過敏原 最主要原因就是 那我們這個東西 其實你看它物化起來 其實就是水蒸氣 對 所以會讓你的環境的濕度 反而更高 反而是塵蠻喜歡的環境 所以是 這是我兩蠻的機器 可是如果像是我們在一個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是開冷氣 那冷氣會讓我們的乾燥 會越來越乾燥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東西 去平衡 尤其冬天來了 所以冷房效果 或是廚師效果 跟這個一起搭配食用 你就剛好全部都沒 就不用買廚師機 你怎麼不買兩次 他就買一個廚師機 就用廚這裡的水 真的嗎 我真的這麼煩 你來都... 我待會兒要拿 我是從家裡把它帶來的 我待會兒要帶回家嗎 你可以用再吸鼻子 剛剛講這一次 沒有再吸鼻子 剛剛用吸鼻子了 對啊 好 我現在比較喜歡中醫師 我不喜歡吸 或者當一個裝飾也很好 真的沒辦法 你都不喜歡 我還有一個介紹 給瘦醫師給你 長小孩 跟瘦醫師來幹嘛 沒有 他有他的這個 給我們補充一下 楊淨宇 瘦醫師 台灣大學瘦醫系 毛小孩也會過敏 細心照顧很重要 雖然那個狗 狗 狗 貓咪 牠有時候在支氣管筋完 或是說呼吸困難的時候 當我們洗完澡以後 浴室還是熱烹烹有水蒸氣 我們把那個動物放到裡面 牠馬上兩分鐘 呼吸得非常順暢 牠那個氣管會得到舒激 你說固固喔 固固 對 所以說其實這個 噴霧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是覺得說 對於整個一個 除靜 空氣清新方面 可能是有效果 但是可能對過敏的塵蠻 可能效果是要值得上 我是說 塵蠻的塵蠻有效 塵蠻的 塵蠻 塵蠻塵 對 就是枕頭 床罩也都是要這樣 那妳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效呢 他帶她說有效 對 他帶紙上 就像他這個上面也是 對啊 妳有看過蠻說 我不要住這兒啦 我走啦 每一個人賣東西都說 他的東西就是有效 這個就是個問題 就要請教醫師 醫師也不能說這個 他也不能打包票說這個有 因為太多這樣的產品了 對 但是是買一個安心 對啊 但這樣可以嗎 價錢又不一樣 對不對 對 確實 房滿比較貴 其實就是這樣子 其實像買這些房滿產品 要跟各位解釋 其實你有 假設你今天真的都是 真的把你的房間 全部都坐到都沒有塵蠻 可是你可能去鄰居串口門子 他家都是塵蠻 你只要一倍又發 你的症狀就是一整倍 你先聽懂嗎 你家弄得都無菌式 你曉得要不要出門 你不能關 又不是坐牢關在裡面 你只要出去 出去後再沾染塵蠻回來 會更嚴重 對 所以我應該把它丟到的鄰居 都是塵蠻的 其實看完 你應該買所有鄰居 都一套防滿的塵蠻 除非你小孩子要去哪裡的地方 都弄好了 對 都沒有問題 防塵蠻地毯 所以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們這節目雖然是做健康 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這個都沒用的 最好的自然對焦 就是你出去外面接觸 攔上就攔上 對 放棄就對了 你吃東西 你才有控理 對啊 萬一保護他好了 還有 好 謝謝 好 謝謝 要吃好東西 沒有 還是對 沒有 你聽柯醫師很堅決講 其實對耶 柯醫師講得很清楚 你保護這麼好幹嘛 都染一些病就好了 不是 也不能這麼說 也不能這麼說 但是我說這三個東西 其實彩花姐來的我覺得是比較有道理 不行 因為其實我們塵蠻會藏在我們的棉被 會藏在我們的床單 尤其彈簧床 那一種越舊的 它其實塵蠻都會住在裡頭 那其實我雖然不知道說 這一個塵蠻被有什麼 真的抗菌的效果 但是比起前兩者是 真的找不到任何理由 快說不下去 自己快說不下去 沒有了 還是要從吃東西 把自己身體的本 對 邊蓋背景 邊吃沙 這個我聽得下去 因為你每天就是要暴露在外面 你不可能每天把自己包得像 無菌絲的東西 對 你自己要著狀剪 就是要面對這個事情 那你要經過 我們人不是經過很多病毒 才會著狀的嗎 對啊 所以這個不要的就是 對的 對的 我扒起來 我扒在自己身上 我要保護自己 今天說起來 大家帶來都沒用 對 接下來我們剛剛這個 家裡有養貓養狗了怎麼辦 我們請授醫師 來… 我想看我們節目 家裡有什麼養貓 狗狗的 那個製造的環境塵蠻 過敏源可能更多對不對 是 對 就是好像家裡面 家裡的婦女要懷孕了 公公婆婆就常常講說 你不要養了 這個要不要做胃口怎麼樣 不是那個孕婦 還會吐毛球這樣 不是嗎 不是 還要吐毛球 貓孕婦會吐毛球 不是孕婦吐毛球 能孕婦不會 我孕婦吃在這裡 不是 不是... 我們來看看 來 不是 不是 預防寵物過敏 有哪些招式呢 廣告回來聽聽 受醫師怎麼說